上周五凌晨4点的时候 我们四个朋友去新世界摆货吃海底捞 当时我们就点了一份毛肚 毛肚上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分量不够 问了下服务生毛肚有多少克 然后服务生就说200克 我们就要求上秤秤一下 海底捞自己来夹的 上秤之后只有138克 毛肚上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分量不够 差多少 差62 根本没有想到海底捞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居然会存在这种现象 那么今天小力就赶到现场 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 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毛肚为什么会缺少 是不是我们之前每次来都缺 是不是每家店都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就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们现在一直不出人出面解决 这是什么意思 这边有专人对接这件事情 捞派脆脆毛肚应该是多少克 一整份 200克 人家给我们呈现提供的证据 我们看到的是138克 下来以后我们自己也去排查了 确确实实就是当天 因为员工操作失误导致的 采决导你是不是你那么名档厨房 有监控有实时的各种东西 你们全部都是撑的 对每一份你撑过都是撑过的 还能出现失误 多多可以怀疑你们是不是随便抓抓就行了 当天我们就是这一份产品 是不合格的 撑就在那摆着 咱往那放着一片片的毛肚 客树都在那显示 它是失误在哪的呢 看错了或者就是晚上 阿姨他就在备菜的时候 他真的是失误导致的 因为我的管理不到位 可能导致员工的操作失活 给顾客带来了伤害 如果圈金短两的话 薪小法里面顾客的损失 计划进行一个三倍的赔偿 我们不要钱 我们也不要看 我们今天就是想问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给你们再次的道歉 人家的豆花虾滑腐竹全都还没有动 就是咱现场能拿秤秤一下吗 可以 钢鲨鱼150克 150克 刚刚好 精致毛肚 半分100克 上下浮动15克 110克 那么现在狗女士的问题呢 已经得到解决